近期台湾一贯道教徒到大陆非法传教扩张组织 被大陆政府扣留 引发台湾一贯道教徒的恐慌 台湾一贯道发源自明朝 后来经过各个时代装神弄鬼的教主 对佛经的篡改变成不伦不类 不佛不道不基督的怪胎杂合宗教 四五十年代祸乱社会而被政府开始铲除 结果一贯道逃到台湾 开始也被打压 后来壮大被作为选举的筹码而被扶正 历届台选举候选人都羡慕 如今一贯道在台湾占人口5%以上有100多万 同时大陆政府和民众统一台湾的呼声越来越大 而且军事实力也是绝对碾压台湾 台湾一贯道教徒统一后民运如何呢